歡迎加入中天晨報 播小新聞 早安你好 我是函若宜 新聞一開始 首先來關心國際間的疫情 全球的感染新冠肺炎人數 是已經突破了280萬例 死亡人數超過19萬 即將突破20萬人 最大疫區美國目前確診人數 超過了90萬例 死亡人數超過5萬人 即將開始黃金週假期的日本 日前是傳出了政府正在研議 是不是要將部分地區的緊急狀態 繼續延長 至於在新加坡 4月份的確診案例暴增了10倍 當地政府是考慮 採取激進的防疫策略 將對570萬人口 進行大量的篩檢 而新加坡也不是東南亞 唯一疫情嚴重的國家 根據印尼政府的通報 過去24小時增加了436起的病例 是單隻新增最多的案例 印尼目前累計超過8000例確診 總計總人數達到了689人 而疫情也正在擴大當中 繼續來關心的是國內的狀況 2014年8月1號凌晨 高雄棄報案造成了32人死亡 321人輕重傷 一審認定高雄市政府和廠商 都有疏失全部判刑 李強榮化工董事長李某偉 更因此被判4年徒刑 但24號高雄高分院 二審判決大逆轉 廠商無責改判無罪 但卻對高雄市府秘書長趙建喬 副工程司楊宗仁 已經監工邱炳文三人 應參與管線埋設及驗收 卻把關不實 依照過失自始罪 判2年6個月到3年6個月 全案可以上訴 末假期的天氣如何呢 先來看一下 台北市戶外的即時影像 透過這個畫面可以看到 外面其實現在漸漸透出一點陽光 天氣感覺上 是比前幾天好了不少 那麼今天的溫度 也會比前幾天來的回溫許多 因為今天東北季風要減弱了 現在台北市外頭溫度有18度 不過還是要當心 因為今天還是有可能會 下一點點雨的降雨機率是30% 那麼講到下雨 先來看一下這個地量降水圖了 雖然今天東北季風減弱 不過在北部地區還有東半部地區 還是會出現一些局部的 短暫性的降雨 所以在這些地區 今天白天上半天 這個東半部地區 還有北部地區行車要注意安全了 雖然會有下雨 不過是比起前幾天 這個整體的雨量來看 是比前幾天要小了不少 而且這個降雨範圍也縮小了許多 一直到今天晚上 甚至只剩下花蓮地區 會有一點點零零星星的降雨 其他地區都算是一個天氣 還滿穩定的狀況 那麼今天算是這一段 降雨時間的一個空檔 所以也提醒大家 如果今天有什麼計畫 有事情需要外出的話 也可以好好的把握今天了 因為接下來天氣又要出現變化了 接著我們來看到溫度方面了 今天北部今天低溫是17度高溫 是24度 可以看到還是偶爾會出現一些 零星的降雨的 不過明天溫度也差不多 但是是一個多雲的天氣形態 但是明天提醒大家 這個東北季風又要漸漸的增強了 所以可以看到 禮拜一又要開始下雨了 因為水氣會增多 一直要到禮拜二之後 才會見到太陽露面 所以雨傘不要收得太快 中部地區今天的溫度是19度到28度 也是多雲的一個天氣形態 一直要到下個禮拜一 左右才會見到太陽來露面 而且高溫都差不多是28 29度 低溫都在19 20度 要留意的是日夜溫差的比較大 所以要小心別著涼了 南部地區的狀況也差不多 不過今天的高溫可能會飆到30度左右 明天 禮拜天甚至可以來到32度 所以穿著上面也要注意了 因為溫差是滿大的超過10度以上 所以小心別感冒了 記得戴一件博外套掃除晚歸 別小心注意 不要著涼 接著來看到是東部地區了 今天的溫度19到24度 主要要留意的是這個東北季風 還是會影響東部比較大的 因為在東部地區迎風面 所以東北季風一增強 東部又要下雨了 所以接連幾天 禮拜天 禮拜一都會有雨 不過一直到禮拜二開始 因為下個禮拜這個東北季風 這波水氣比較少 所以有機會可以看到太陽來露面 而且到時候禮拜二 可能會有高壓籠罩全台 會把這個水氣整個往南移 所以這個水氣可能 就不會影響到台灣這麼多 不會像上個禮拜這樣子雨下的這麼大了 所以下個禮拜會變天 要請大家多多注意 氣象資訊 技術四大罪狀 男星羅志祥昨天是憑口發言 沒有回擊或是澄清指控 不過昨天凌晨5點 他再度發文 強調對於這份感情 他要向周陽青鄭重道歉 對不起 他錯了 為什麼態度大轉彎呢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 羅志祥私底下聯絡了周陽青道歉 更提到因為擔心家人的健康問題 要求他不要公開具有毀滅性的證據 而周陽青則是要求羅志祥 必須對自己欺騙過的女生來道歉 周陽青究竟是否能如期休假 新政院長蘇貞昌回應 指出除非是疫情大爆炸 否則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取消五一連假計劃 另外他也強調 雖然照常放假 但是並非鼓勵民眾出遊 嘉義知名的蛋捲店 怕成為防疫破口是取消了發號碼牌 也停賣家庭號蛋捲 但是還是出現不少人排買胡椒餅 有一群長輩是前修貼後背 計上一團 就算工作人員高舉告示牌 要到家保持距離 但是這些帶牌部隊似乎沒聽到 台市大四月初才有兩名確診新冠肺炎 現在又爆出14名學生感染水痘 校方是表示目前感染的學生 都已經有隔離治療 還要回家休養 也對宿舍進行全面消毒 民眾防疫戴上口罩 不過美國有研究顯示 戴上口罩之後 人們每三小時會揉眼睛7.4次 一個小小的舉動 就可能會把細菌 還有病毒帶進你的靈魂之窗 醫生說這樣真的很危險 因此揉眼睛前務必要洗手 如果沒有水 也可以使用乾洗手